好我们接下来要带大家讨论的就是政治焦点 通常这个话题就是讨论区留言区会最多人讨论的 我们今天先跟大家讲一个这个白色力量的柯文哲 其实柯文哲呢现在他就处于一个 民调在第一跟第二之间 然后感觉好像对国民党有威胁 对民进党就没威胁吗 或许也不然 我们来看到其实柯文哲他现在有杀到南部的趋势 他跨过高平溪他自己喊说这个颜色革命 好之前我们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董事长开讲的吴子佳 其实跟柯文哲有一点闹不合 还被酸说这个柯文哲在高雄场只有600个人报名 不过这回柯文哲到了高雄成立哲友会的时候 一吐怨气咯有2000人出席挺他 所以他自然是非常自得意满 然后说接下来就是要顾中南部了 满场支持者会舞妻子迎接民众党总统参选人 柯文哲进场 高雄选择知友会成立超过2000人现场力挺 对柯文哲注入强心计 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 带动呼口号看柯文哲的光口激昂就知道他有多激动 曾被奉 董事长开讲高雄场只有600人报名 人数太少被取消 跨不过浊水溪 如今柯文哲的场子出席踊跃 连屏东选择知友会也有500人参加 让柯文哲一吐怨气 在中南部支持度不比北部是铁针针的事实 柯文哲要补强得再加把劲 因为南台湾被视为绿营铁票区 国民党常年耕耘也有自己的基本盘 如果再加上可能参选的鸿海创办人 郭台铭 积极拉拢屏东 云林 南投等议长系统 都有相当的组织能量 接下来可能会针对说不同的族群 或者说不同的业别 有所谓这种百公百业的一个哲友会 那持续的与地方的投认相关的结束 区域立委的这些选战必须可能要先补足 那当然中南部现在也会是我们一个加强 这个要来巩固的一个区域 地方组织跟小鸡提名相辅相成 控制要布局中南部千头万绪 先从自己擒跑几层开始 TVBS新闻华商品一拼 台北报道 好我们看到国民党在礼拜天的全代会之后 现在因为已经是侯友仪是总统参选人 是正式提名 所以他们的党绩也开始渐渐加演 是不是之前曾经有上过民众党的 这个直播节目的徐巧新 可能也会受到党绩的处罚呢 因为有说现在好像不能再提换侯啊 甚至连其他政党的一些活动跟节目 都不能再去上了 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 首先我们来介绍的是台北市议员 许巧新 欢迎巧新 哈啰 宜萱好 大家好 第一次来 上周踩上民众党网络节目 北市议员许巧新 又是胡柯文哲 又是谈蓝白河 虽然不是站台 也非助选 被认定没违反党规 但全代会之后 可能踩党绩红线 也就是说以后党员上民众党直播和节目等 可能被视为蹭科行为 统统都不行 但就怕党内母鸡不够力 要选的小鸡 还是很焦虑 就不要只会找立委候选人的麻烦 我们就退一万步 或是一千万步来说 就算再不合理 只要有规范 我们都会遵守 虽保证按照规定 但基层希望蓝白河或非律团结声音持续 尤其侯友宜民调低迷之际 马英九好友 法律教授陈长文 更投书媒体 请求侯友宜发起政党轮替大联盟 听在他耳里 百感交集 我是倡议人 当初提出之后 就被威胁开除党籍撤销提名 非常感谢朱立伦主席 跟陈长文老师 等于都还了我公道 我认为 这个是打破现在侯友宜 民调低迷困境的一个 非常有效的一个路径 当初倡议被炮轰 罗志强坦言思虑不周 一个多月后有人认同 但问题是再也合作这条路 到底该怎么走 TVB的新闻理国长杨佩宇 台北参加报道 好果然每次讲到政治话题 讨论区都非常热 我看到周周已经在敲碗说 最帅的副理会出现 威恩谢说会不会有一点名呢 当然会有啊 我们欢迎我们的政治一点名 内幕全透明 新闻部副理反启明 谢谢一轮 老兵 老兵 谢谢各位网友 谢谢一轮 对 好那我们今天就要讨论一下 深入的话题 因为每次看我们的新闻 当然是有一些不错的画面 但是有一些深入的内幕 要请老兵帮我们分析 好我们看到说刚才柯文哲 这个哲友会到高雄 他很嗨 他觉得哇 他好像已经跨过了浊水溪 甚至杀进了高平溪 他的人气真的是有跨过浊水溪 昨天那场非常非常的热 真的非常的热 大概人数是2000人 这个2000人的概念 其实要对照在之前7月22号 就是原本要举办的吴子佳开奖的那场活动 那场活动的预计的人数是1800人 可是那时候当然新闻有提到 就是有一些吴子佳跟柯文哲之间 似乎有一些可能有一些误会 就是提到了说在一开始吴子佳的那场 在登记人数上面 报名人数上面好像比较少 只有600多个人 因为人数少所以取消 然后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被取消的这样子的安排 我觉得是让民众党有点不能接受 所以在第二天 7月22号的第二天 7月23号 也就是昨天星期天 他们办的这场哲友会 这场哲友会是本来就预定要办的 他们的人数 我觉得就是有爆棚 因为一开始这个定位就是比较小的 只有六七百个人 可是我猜 也不能说我猜 应该实际的情况也是实际是这样子 就是人数在吴子佳的那场取消之后 在所谓的高雄的哲友会的 这场活动的人数就暴增 反而吸引到大家要来 从600人700人不断的加码 一开始本来是说加到1200人 最后是2000人 然后为了凸显这个人数 我们可以看到 柯文哲跟民众党 他们在活动上面还拍了很多合照 合照就是要展现人数上的气势 那柯文哲他当然 有这么多人支持他 他昨天的整个情绪也是非常的高 我们可以看到他 这个马上去就批了三个民进党的政务官 说他们不够格 包括王美花 包括陈吉仲 包括陈耀祥就是NCC主委 说他根本就是政治打手 然后另外他也提到了所谓的 他要发动二次的颜色革命 所谓的二次颜色革命 就是对照第一次2014年 他发起的白色奋起的这个革命 当然也是一种革命 就是白色奋起 可是到了2024 他要推动二次颜色革命 二次颜色革命就是不分颜色 那这个也反映他的现况 就是因为如果他执政了 可是因为民众党目前在 少数他需要一个联合政府 联合政府你可能就没有所谓的颜色上的一些考量 而是专业上的一些考量 所以他喊出了二次政党革命 不过看得出来他昨天气氛很high 他喊出他跨过了浊水溪 甚至到了高平溪 那有没有隐忧 其实还是有隐忧 因为国民党民进党都有组织票在南部 甚至郭台铭在南部都有装脚 就是地方议长是挺他的 所以他在组织票上都还是有一些 可以发挥的地方 反倒是民众党在南部的组织这一块就比较缺乏 他们比较擅长空战 对 所以现在他们的做法可能就是用一些 增加区域立委的提名 现在的策略 然后借由这些区域立委的在地方跑行程 来帮柯文哲来维持民众党的热度 所以区域立委的提名 不见得是真的这个立委要选上 而且他要帮总统来抬轿 柯文哲这样会太累 他可能到东南部带起了一股风潮 可是是不是可能三四天以后就降温了 那要维持这个温度 可能还是要靠区域立委的候选人 来帮他勤跑基层 让这个温度能够持续下去 所以等于区域立委的候选人是他的小分身 也是组织 对 也是组织 对 确实我们这个南绿北蓝这种词 我查了一下在2000年的时候提出了这个 跨过佐水溪这种名字 那时候政治很热嘛 所以现在柯文哲有没有可能延续气势到佐水溪引南 哇 有难度 有一些气势在 可是能不能维持下去 就是要看民众党后续在组织上能不能跟上来 对 真的是需要很拼命 好 我们再来看到是国民党 这一天就是礼拜天的时候 大家那个画面看起来 哇 有些人满振奋的 那有些人觉得还好 就是大家不同两样情 好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礼拜日是国民党的拳待会 终于终于这两个人合体 但合体不是新闻 他们抱在一起是新闻 是 抱 抱 抱 我讲了三次抱 因为他们抱好多次 我看这个侯友宜先等了他15分钟 然后他抱得好紧好紧 然后到台上再抱再抱 后来又被陈雪生抓起来再抱 对对对 就是真的是不断的抱 强迫中假 对对对 强迫中假 真的只有陈雪生做出来 好 我觉得这个拳待会 很多人觉得 韩国瑜好像才是主角 好 真的看到这两个人 这样抱在一起 很多的国民党 有一些觉得 哇 这两个人好像终于 近视前嫌或是破冰了 是现在的状况真的这样吗 那侯友宜跟韩国瑜 这一抱 好 这三抱 有没有民调拉起来的感觉 我先回到你刚才提到 有人觉得 国民党昨天的拳待会 到底热不热闹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当然是很主观啦 有人觉得热闹 有人觉得 也不过这么一回事吗 那我提供一个 网路大数据的数字 给大家参考 昨天一整天 三个候选人 在网路的讨论度上面 数据上的一些统计 柯文哲大概有3300多笔 这是第一名 然后赖清德大概15000多笔 其实也不算太高 跟柯文哲比起来 那侯友宜呢 侯友宜只有7700多笔 就相对来说 这三个候选人来说 他的讨论度还是偏低 这也是侯友宜 他可能要遇到的一些难题 那昨天 他跟韩国瑜这样一个动作 完全是反映出 他现在的选举策略 他选举策略是什么 他就要是找回深蓝的选票 因为几次的民调 很明显都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柯...不好意思 侯友宜在国民党 传统他的支持者的支持度 大概就只有6成到7成 所以相较于像是赖清德跟柯文哲 都有高达9成多 对 所以他怎么把这两三成找回来 那很重要的关键就是 韩国瑜跟他背后代表这个韩粉 也就是所谓的深蓝选票 我们可以看到昨天 侯友宜在...昨天真的非常热 侯友宜在外面 大太阳下面等韩国瑜 等了10到15分钟 其实是非常辛苦 也展现了诚意 那当然韩国瑜也跟他 有一些很好的互动 就像我们昨天统计了 大概三度拥抱在一起 然后走到哪都是食指紧握 就都是牵在一起 还会一直戒戒私语 做自己做自己 要告诉他要做自己 然后侯友宜在台上 也用了韩国瑜的经典名句 就是莫忘世上苦人多 那侯友宜在跟韩国瑜上面 也很自然的互动 表达了歉意 就是大家一直觉得 在之前的选举上面 没有帮助这些方面 可以看到越来越自然 那这个方面 其实就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不好意思 侯友宜的现在的竞选策略 就是要拉拢韩国瑜 然后跟韩国瑜 就是他代表的这群韩粉 只是能不能拉得回来 昨天跟韩国瑜 这样的一个互动很自然 那后续韩粉买不买单 还在持续观察 我们不太可能会因为一个活动 或几个政治动作 然后让韩粉整个回心转意 不过的确是一个开始 那另一方面 你也有提到是说 整个选举策略 会不会有一些触底反弹吗 因为再加上韩国瑜跟侯友宜的 之间这样的一个互动 那我提一个我的观察 就是我们来看竞选标语 就是侯友宜他现在的竞选策略 当然是拉拢韩粉 那国民党这边的竞选策略 也做了一些调整 国民党一开始的竞选策略 喊出来的标语都是重返执政 那可是在昨天的 全国党代表大会里面 他们标语改了 改了就是政党轮替 重返执政跟政党轮替 其实目标是一样 就是拉下民进党政府 可是方式是很大的不同 重返执政是我一党之力 我国民党要重返执政 可是政党轮替 就是只是想要拉下民进党 那用什么方法 有可能 都可以讨论 对都可以讨论 是不是要跟所谓的非绿大联盟 那这个就反映出来 国民党的选战策略上的一些 很大的一个调整 另一方面 当然就是国民党跟候选人 也就是侯友宜 目前的实力的消长 就是反映在他们的口号上面的一些改变 对那这当然也牵涉到外部的因素 因为现在还有郭台铭要选不选的 哇很像在跳tango 郭台铭现在步步禁逼啦 因为讲的这些话 包括了虽千万人无王矣啊 然后名义大于党义这些事情 他都有一些表达的 让人家有一些遐想空间啦 对他也很厉害啦 然后对 有一群人在帮他想各式各样的方法 因为他总是有办法去做到他想要的事情嘛 好那确实他现在也爬爬躁 我们也看到他拳代会这天也到了花莲 对 好谁出现了呢 傅昆琦跟还有他太太许甄卫 是 就这两个人出现之后 大家就想说 傅昆琦不是才在拳代会上哦 就大家就发现拳代会傅昆琦的脸蛮尴尬的 嗯 对 非常苦瓜脸 然后拍照 对完全被我们摄影都掌握下了 对没有错 他完全就是一个心不甘情不愿的状态 但是他好像楼梦在家啊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心不甘情不愿 好啦我解读是心不甘情不愿 但是真的是没在怕啊 因为他马上就回去花莲 然后跟郭台铭合体 他完全没有在怕打呢 对 因为傅昆琦他跟侯友宜之前 当然有一些矛盾 那他当然也是一个地方事宜的指标 所以大家就会关心拳代会 所谓的傅昆琦跟他的太太徐甄卫会不会出席 结果傅昆琦有来 徐甄卫以有宪政行程为由 没有出席 傅昆琦到的时候 媒体当然全程紧跟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指标性的人物 可以看得出来傅昆琦跟侯友宜行礼如遗 那个是眼光都没有交错在一起 是有一些礼貌 可是看起来就是不热络 然后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观察指标 就是他站在造势舞台的时候 那时候应该是很热闹很热烈 旁边的人所有立委候选人都站在那边 就是喊口号嘛 就喊动算动算 我可以看到傅昆琦从头到尾手没有举起来 然后鼓掌方面我不知道有没有鼓掌 大家都是起来在下面鼓掌了 所以可以反映出来是有一点点冷啦 相较于其他人的热 它是有一点点冷 然后另一方面还要观察的 就是结束了全代会到了傍晚 傅昆琦就赶回去了 赶回花莲 然后跟他的太太也就是徐真卫 为什么会一起出现 是因为他要迎接郭台铭 阿铭啊 对郭台铭 台湾阿铭 态度就不一样了 我看他笑得开怀的呢 对 在台上致辞的时候还特地帮 因为郭台铭其实口才 口条方面还在学习当中 所以他还帮他说话是说 郭台铭会做事可是可能不太会讲话 也帮他找一些 帮他说一些好话 所以 那徐真卫更明显 徐真卫你说有宪政有行程 不能来全代会 可是出现在跟郭台铭这样子 一个原住民的一个活动 郭台铭也是宪政行程 有 这说得过去 说得过去 那 对 就是大家 有政治敏感度的都可以感受到 他对郭台铭跟对国民党或侯友宜的 冷热的一些不同 那为什么我们要着重在花莲这个选区 因为 因为其实花莲对于国民党来说 真的是铁票中的铁票 真的是这个大票场 因为几次的历次总统大选 不管国民党执政那当然没有话说 国民党在优势的时候没有话说 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蔡英文两次选举 其他地方几乎都赢了 其他选区的 可是在花莲 还是国民党的候选人 是领先民进党的 其实这很不容易 是 不过这次倒是有一些比较 其 引起我们注意观察的一个现象 就是 5月17号 当侯友宜被正式国民党征召之后 两个月以来 侯友宜都没有去过花莲 对耶 就是这个观察指标 反而郭台你有去 那郭台 侯友宜跟傅坤奇 跟徐政卫之间的关系 到底是如何 没有去 就是一个 我们可以去观察的一个指标 好 不过也要说 我觉得傅坤奇 蛮敢爱敢恨 就是不爽 我就直接不理你 他也没有在 他毕竟有实力 他在花莲就是 花莲王 对 我们大家有一个 小称号是花莲王 因为他真的是蛮厉害的 我看到威廉信很厉害 他说不只傅坤奇 陈玉珍的脸色也很难看 陈玉珍就在旁边 陈玉珍有鼓掌 但好像蛮纯的 他的脸色 脸色不是很好 威廉先生有在注意哦 不错哦 无人机长说 总统就是赢者全拿 不管如何 今天大家对于政治的话题 也是做得更深入 像我刚才就觉得 对耶 国民党的slogan 就是一个玄机 从 这个 重返执政 重返执政变成政党轮替 哇 这个解读就不一样 也只有我们新闻不复理 樊启明 我们的老兵才有办法解读 真的真的很厉害 谢谢 谢谢老兵 带我们掌握 这个政治的大小事情 也欢迎观众朋友 持续锁定 谢谢老兵 谢谢各位网友 谢谢 好当然我们还是要来 关注到的就是 另外一个政治话题 我们刚才不是讲到说 国民党现在好像 有稍微做一点改变吗 对呦 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讯号呢 因为包含 国民党立委郑立文 他之前有曾经讲过 希望韩国瑜上马 侯友宜下 结果他现在又抛出一个 他说 泛兰整合未解 国民党侯友宜 你是不是要有考虑担任副手的必要呢 因为如果接下来是要促成非律合作的话 昨天国民党部过去挂的布条重返执政是唯一目标 但现在最新换成了政党轮替 看似对在野阵营师出最大善意 但还受党内立委不甚满意 你就看到国民党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 对侯市长来讲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 那我不晓得 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心理准备 也就是说担任副的呢 不只要促成非律甚或退去一次 都要纳入考虑同时提醒侯友宜好好权衡利弊 他是卸任的新北市长 如果不是选总统的话 感覺只是当副总统就是有必要 央央大党 对 然后这就是他们必须要去面对的咯 党内同志变成口中的他们 即先前主动抛出幻喉 郑立文在于考虑副手 当事人不为所动 我尊重每一个人的言论自由 那会不会觉得他应该被党纪处分 我相信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观点 我们都给予尊重 我自己一定会竭尽手的 言下之意当然不做副手考虑 不过最近民调显示 若柯郭沛能够成行 将在三强鼎力下拿到29.8%的支持度 对赖清德进逼 就算郭柯沛有29.1%维持一定水平 相信之下被边缘的可能就是侯友宜 最重要还是我自己 我们要坚定自己的步伐 全力以固赢得最后的胜利 难道是想来边缘郭台铭 只讲自己对郭董幾乎绝口不提 就连他脸书留言的神秘表情 都吸引不了侯友宜注意 你觉得他这个老虎是说马英九 还是郭台铭 还是您觉得是谁 我没有意见 不予置评 想刷存 不如靠自己 TVBS的新闻直播 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 好